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低气温也会来到10度以上 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气象主播小明将会在7点钟为您播报 第一时间 第一关注 首先聚焦京广高铁 昨天京广高铁北京至武汉段展开时速350公里 拉通试验 试验列车最高运行速度达到每小时385公里 这标志着京广高铁建设安全标准示范线取得巨大成果 早上8点20分 试验列车由北京西站发车 一路沿京广高铁南下 列车行至临近河北正定段时 时速达到385公里 动车组列车以留有安全冗余的速度 即时速385公里 开展拉通试验 对高铁系统性能进行了全面检测 各项指标均符合相关要求 这次拉通试验成功后 京广高铁北京至武汉段 将于6月20号提速至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 北京西至石家庄 郑州东 武汉 最快旅行时间将分别压缩至 一小时一分 两小时11分 三小时48分 同时 北京与长沙 广州 西安 南昌 成都 贵阳等城市的 高铁旅行时间也将进一步缩短 在列车提速的同时 京广高铁客运服务 也将提制升级 增加开行大站直达高品质标杆列车 和智能复兴号动车组 推出静音车厢 商务座提制服务 和计次票 定期票 根据市场需求 区分 季节 时段 席别 区段等 以优化调整后的公布票价为上限 构建多档次 有升有降的执行票价体系 最低折扣6.58折 票价410元 旅客出行将有更多选择 京广高铁北京至武汉段将于6月20号 按照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 那么高铁列车提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我们一起来看 目前我国按时速300至350公里建设的高铁 一般按常态化时速310公里达标运营 通过开展安全标准示范线建设达标后 可以按照设计的高线速度 时速350公里常态化高标运营 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综合考量基础设施条件 乘客舒适度 运输能耗 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 特别是在隧道内 高速列车处于半封闭状态 空气压力会急剧增大 产生附加阻力 运行阻力较明线工况 又提升了30%左右 这些都对高铁实现常态化 时速350公里 高标运营带来挑战 今年3月开始 国铁集团启动了京广高铁 京五段安全标准示范线建设工程 充分借鉴京户 成余等高铁 提速的成功经验 集中组织了线路 桥梁 隧道 牵引供电 通信信号等设备设施 及视频监控 灾害监测等系统 升级改造和补墙工程 达到了按时速350公里运营的标准 武汉到广州段 由于隧道较多 地质条件复杂 目前还不具备提速条件 京广高铁武汉至广州段 隧道累计全长168公里 占比约达16% 沿线穿越山林水系较多 地形地质条件相对复杂 下一步 我们进一步加大线路和环境整治力度 争取早日实现常态化 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 时速350公里 这就是中国速度 从高铁提速到国产大飞机C919翱翔蓝天 这也展示了中国制造的不俗实力 人民日报消息 日前中国东航披露订增公告 拟募资150亿元用于引进38架飞机等事项 其中包括国产大飞机C919 支线客机ARJ21-700 共计28架 其余为空客和波音飞机 值得一提的是 公告中还透露了国产大飞机C919的单价 数据显示C919的单价为0.99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为6.53亿元 据了解 东航作为国产大飞机C919全球首家启动用户 已与中国商飞正式签署首批C919大型客机购机合同 将成为全球首家运营C919大型客机的航空公司 非常期待早日坐上咱们自己的国产大飞机 如今我国的航空产业制造已经迈入了快车道 5月12号 我国新型多用途直升机AC352 在黑龙江建三江失地机场 完成了民航局专项审定是非的最后一个是非科目 标志着AC352直升机审定是非全面完成 型号取证进入了倒计时 据了解AC352直升机此次完成的民航局审定试飞 包括A类起飞着陆 空速指示系统 平飞性能 爬升性能 稳定性 和低速操纵特性等87个科目 共计飞行37.25小时 民航局通过试飞对AC352直升机的性能 操纵品质和设备的工作情况 进行了系统评估 后续AC352直升机将开展功能和可靠性试飞 AC352直升机是一款先进中型多用途直升机 能够搭载14至16名乘客 于2016年12月在哈尔滨首飞成功 该型直升机填补了我国民用直升机七吨级普系空白 对促进我国直升机系列化发展 扩大民用直升机产业规模具有重要意义 无论是C919大飞机还是AC352直升机 中国航空都值得期待 我们再来关注上海新冠肺炎疫情 在昨天上午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清表示 上海目前提出的目标是在本月中旬实现社会面清零 届时将实施有序开放 有限流动 有效管控 分类管理 上海将按照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要求 逐步由应急处置状态下的风控区 管控区 防范区 向常态化防控下的高中低风险地区分类管理转变 上海已经在制定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总体方案 考虑在现有复工复产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复工复产 有序推动复试复学 尽快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在发布会上 吴清海对社会面基本清零 社会面动态清零和社会面清零的概念做了说明 结合上海本轮疫情和超大城市实际 如果连续三天单日新增数 占行政区内总人口数比例小于十万分之一 就可以认为社会面基本清零 如果连续三天单日新增数为零 就可以认为实现了社会面清零 社会面动态清零是指 每发现一起本土疫情就及时予以扑灭 实现社会面感染者迅速清零的目标 需要说明的是 作为现阶段我国疫情防控的总方针 动态清零不是追求绝对的零感染 不是要求疫情所在地没有阳性感染者 而是更加强调社会面上的阳性感染者 能够动态及时的清零 关键是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辽宁 昨天省卫健委发布了5月12号零时到24时 我省新冠肺炎疫情情况 5月12日零时至24时 我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58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沈阳市报告3例 丹东市报告5例 银口市报告50例 治愈出院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 解除医学观察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13例 和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2例 再来看大连方面 鉴于五一小长假以来 大连市由域外来连人员引起的零星散发疫情 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 大连全市经过多轮核酸筛查 未发现社会面新增病例 金浦新区封控区和管控区 预计将于5月19号 全部解封 经大连市疫情防控总指挥部会议研究决定 5月17号 也就是下周二起 大连全市除金浦新区外 高一高二 初一初二 小学四五六年级 中职学校 恢复线下教学 5月19号 也就是下周四起 大连全市小学一二三年级 幼儿园和金浦新区中小学幼儿园 中职学校 恢复线下教学 校外培训机构 经属地教育行政等部门 现场审核合格后 可以恢复 线下教学 疫情之下 物流畅通 非常的重要 近日 省物流保通 保畅工作领导小组下发通知 规范落实 货车司机查验政策 通知要求 各地不得擅自层层加码查验货运车辆 保障户流畅通 对通信行程卡绿色带信号 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健康码绿码 体温检测正常的货车司机 各地要直接放行 不得要求重复检测 对到达目的地时核酸检测结果超过48小时的 采用核酸检测加抗原检测 抗原检测结果为阴性的 要立即放行 不得以等待核酸检测结果为由 限制车辆通行 对查验手续不齐备 不满足闭环管理要求的车辆 要提供专用场地就地补办 不得劝返 手续齐备后要立即放行 同时畅通货车司机健康码异常 申诉渠道 确保专人受力 公路物流 航空物流也是物流供应链上 很重要的一环 随着沈阳市复工复产有需推进 无一过后 南航物流沈阳分公司 在运力紧张的情况下 确保民生物资供应链顺畅稳定 自五一假期开始 南航物流沈阳分公司迎来出货小高峰 快件货物出港量迅速攀升 5月1号至13号 货油出港量 环比4月1号至13号增长5倍 货物主要运网深圳 广州 济南 西安 成都等地 其中民生类货物出港量 占比近70% 优先保障蔬菜 牛羊肉 快件等 民生类货物的运输 南航物流积极应对运力调检 全面考虑货物特点 确保每个航班都实现 舱未利用最大化 全力确保民生物资供应链顺畅稳定 一切都为了民生服务 我们常说有问题找物业 但一些老旧散小区经常处于无人管理 无人清洁 无人维护的状态 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安全感 幸福感和获得感 从今年4月开始 沈阳市房产局开展 无物业管理小区和散体楼无人管清零行动 老旧小区迎来了新管家 为破解无物业管理小区和散体楼治理难题 沈阳市房产局有序推进 无物业管理小区和散体楼无人管清零行动 根据散体住宅楼实际情况 对散体楼单元门临接路 且没有封闭空间的 依托对面建筑设施进行两侧封闭 一侧设置出入口 形成独立园区 对于布林街路的散体楼 采取相邻两栋散体楼之间 新建围栏连接 在异端设置出入口 形成独立园区 对于相对独立的散体楼 可借助周边小区维护结构进行封闭 设置一个出入口 形成独立园区 感觉是好事 因为啥呢 政府下这么大量 给我们创造这么好的环境 从各方面来看 首先老百姓一个自身安全问题 这个事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双城市环境各方面都挺好 由于三铁楼居多 老百姓单元门就可以随进出 那么在三铁楼合约以后 我们实时封闭 只至一个门的进出管理 会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全部提升 乃至未来的疫情防疫工作结束之后 给这个园区带来的生活品质 都有权能的提升 预计到5月15号 沈阳市1471个无物业小区将全部落实管理主体 1980栋散体楼将根据实际情况 煤河封闭成820个封闭园区 并全部落实管理主体 第一时间林瑶 刘超报道 为这样的民心工程点赞 同样需要点赞的还有下面这项服务 民政部中国残联日前联合印发通知 决定自5月15号 也就是明天起 全国范围内实行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 全程网办服务 全程网办服务 针对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全程网办后 残疾人可通过登陆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及其移动端 民政通等终端 全程在线提交申请 查询 修改补贴证明材料 业务署地应自申请材料齐备后 按照有关要求 为申请人办理业务 实现申领补贴 一次都不跑和不见面审核 通知要求 各地民政部门残联 应进一步畅通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补贴申请形式 将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残疾人 两项补贴申请 全程网办链接 接入本地区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 政务服务小程序 APP 政府网站等 政务服务载体 实现一次注册 多点互认 全网通行 针对残疾人身体功能障碍 可能产生的特殊需求 积极推进地方各级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平台 无障碍改造 民政助理员 残联残协专职委员 应该主动发现和协助残疾人 申领补贴 继续保留业务属地 及跨省通办申请窗口 推进残疾人两项补贴 政务服务事项 办事指南等 线上线下服务渠道 同源发布 同步更新 做到线上线下 无差别受理 同标准办理 未来不出家门 动动鼠标 残疾人朋友 就可以完成这两项申办 真的是太方便了 下面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咱们来说说 湖北一位派出所的民警 就因为在人群当中 多看了一眼 顺手就抓了一个网上逃犯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另外广东出现了暴雨 到特大暴雨 多地发生严重内涝 现在当地情况怎么样了 不要走开 第一时间我们马上回来 人生啊 就像一场变脸 喜 不 轮番上演 可这一大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请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吸酸痛 对这输筋剑腰丸 望州白云山陈礼记 养性用好药 一安宁丸 1886年始创于中国香港 130余年 品质坚实 中药十大名贵药材 几乎尽为所用 获得国家专利保护 一安宁丸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 新闻多角度 解读另一面 下面呢 我们来说一说啊 职业素养 大屏幕上的这一张照片呢 拍摄于湖北襄阳的 一个派出所 最近一名男子呢 到派出所为孩子办理 新生儿落户手续 女辅警王曼 发现男子的信息 好像有点不太对 然后他不动声色地核对信息 接着他对着同事 做了一个挠头的手势 就因为这个暗号啊 民警抓住了一名 再逃人员 这一幕呢 被数十万的网友点赞 感觉女辅警的脑子里啊 装了一个人脸识别系统 确认了眼神 这就是要抓的人 说完超厉害的女警 我们再来看一位 敬业的医生 这张照片呢 拍摄于新疆的 乌石县人民医院的手术室 日前骨科医生刘和丽 因为低血糖和高度的疲惫 在手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晕倒 同事们呢 把她移动到一旁休息 并给她输液 刘和丽是主导医生 她担心手术出现差错 稳定之后 又坐到手术台前进行指导 确保了整台手术的顺利结束 轻伤不下火线 这就是一位医生的职业素养 下面的这张照片呢 是一位90后的大四学生 她的名字叫做王若琪 除了学生身份 她还是山东青岛 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的实习生 最近王若琪从青岛山火 铺救现场 转战上海抗击疫情 然而不巧的是 援护队伍预计4月23号出发 这一天呢 正好是王若琪的毕业答辩日 学校了解情况之后 决定给予王若琪 一个单独的答辩机会 4月23号上午 王若琪在救援车上 用手机进行了答辩 结束答辩之后 她和队友又马不停蹄地 赶赴战役目的地 奋斗就是青春最美的模样 为你点赞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5月10号到12号 广东大部分地区 先后出现了暴雨到特大暴雨 多地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内涝 多方力量闻讯而动 投入抢险救援 来看一组拍自广东各地的现场画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 广东本轮强降雨雨势减弱 16号开始将雨过天晴 无论是灾情救援 还是危难时刻 哪里有危险 哪里就有消防员的身影 日前安山消防接到群众报警 说一处高层居民楼的楼顶位置 有一名男子被困 十分危险 接到报警之后 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事发建筑为一栋24层高居民楼 一名男子蜷缩着 坐在位于24楼外墙的小平台上 平台只能容纳一人 且四周没有任何安全防护 十分危险 消防人员立即携带绳索组合装备 在做好安全防护的情况下 从24层顶层向下旋垂至被困男子所在平台 一边不断对其进行安抚 一边迅速为其套上绳索 随后将其成功营救至楼顶 据了解 这名男子大约50多岁 居住在这栋楼内 平日里有些抑郁症状 除了这样的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这根弦也不能松懈 前不久 河北石家庄的陈先生 就因为一条短信损失了好几千块钱 输入银行的支付密码 当时我就感觉有点不对 后来没有等到在思索这件事的同时 银行的短信信息就来了 付款信息就来了 对付款信息 就是有笔钱 就是499.99已经被划走了 陈先生偶然间收到了一条短信 上面写着 您的医用保险 卫生及电子版暂时无法报销 补入资料后恢复正常 于是陈先生为了尽快能够报销医药费 就点开了短信里的链接 上面有个链接 链接打开进去之后 正好显示的就是 就是它模仿的 就是国家医疗保障局的那种 官方蓝底的国徽的页面 当时防范的心里面瞬间就降低了 当陈先生看到这么正规的官方页面 一下子就放松了警惕 随后他根据页面上的提示 提供了相应的姓名 身份证号 银行账号的核验 直到一条验证码发送到陈先生手机上时 他才意识到被骗了 输入进去之后 然后它有一个验证码 一个确证 一点了之后 中国英联发了一条信息 就是一个验证码发过来了 发过来把验证码输入进去之后 收到了银行的 中国农业银行的一条短信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钱的流向 动态的信息 就发现钱在不断的瞬间 也就一两分钟一笔 一分钟一笔 一分钟一笔 特别快 您大概一共损失了多少钱 四笔 第一笔是499.99 第二笔 第三笔 分别是999.99 总共就是3500多块钱 按照我们正常的消费模式 如果本人不输入银行卡的支付密码 是不可能自动扣费的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带着疑问 记者跟随陈先生 来到了中国农业银行 石家庄新区科技之行 了解情况 他肯定是跟你签约了 那叫什么 就是免密支付的那种 免密支付 这种是咱们本人来操作的 你说那个验证码的过程中 因为钓鱼网站嘛 你知道 它的界面跟你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它这写的是这个验证码 但其实是另外一个验证码 它套得从 萌的从皮 你知道吗 就是说当时给他发的那个验证码 其实就是一个 免密开通的一个验证码 有可能是 因为它是钓鱼网站嘛 它钓鱼网站上 它这个模块写的 其实它后起来是个 有人的话术 虚假的链接 致使陈先生一步步被骗 目前 陈先生一向当地警方报案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还是那句话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大家都要擦亮双眼 避免上当受骗 好 今天的新闻上半场 就是这些内容了 稍后主播小明和行进 将会为您带来今天的新闻下半场 别走开 第一时间 我们马上回来 骨头老了就要长保养了 都一样 这骨头一老啊 全腿都费劲 记住 颈尖腰腿 都需要长保养了 预知林牌 优刃级胶囊 精选三期 葛根 骨碎部 三位药食同源 胺糖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四位骨营养素 吃一样 含七样 综合养护 骨关节 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骨关节 长保养 记住优刃级 现在推出体验回忆 只要酒派就 整整六十 不收邮费 直送到家 养护骨关节 朱朗黎专用 优刃级 年纪大了 股密度降低 颈肩腰腿 容易出问题 你们看 优刃级脚囊 有三七 有葛根 还有骨碎部 三位药食同源 有胺糖 有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还有钙 四位骨营养素 吃一样 含七样 养护骨关节 腰腿颈尖 需要长保养 长保养 骨关节 长保养 记住优刃级 玉枝林牌 优刃级胶囊 国家发明专利 钟老年专用 吃一样含七样 增加骨密度 养护骨关节 现在推出体验活动 只要九块九 整整六十 不收邮费 直送到家 养护骨关节 钟老年专用 优刃级 肖当仙 骨关节 长保养 适时优刃级 中老年专用 优刃级胶囊 精选三期 胺糖 硫酸软骨素 钙等七味原料 吃一样含七样 中老年专用 腰腿颈尖 长保养 适时优刃级 国家发明专利 玉枝林牌 优刃级胶囊 国家发明专利 增加骨密度 养护骨关节 中老年专用 增加骨密度 养护骨关节 试试优刃级 吃一样含七样 玉枝林牌 优刃级胶囊 现在推出体验活动 只要9块9 整整60例 不收邮费 直送到家 优刃级体验活动 只要9块9 整整60例 不收邮费 直送到家 养护骨关节 中老年专用 优刃级 玉枝林药业 腰椎肩盘 出了问题 红啊 请用输筋 剪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望州白云山 陈里记 养心用好药 一安宁丸 1886年 始创于中国香港 130余年 品质坚实 中药十大名贵药材 几乎尽为所用 获得国家专利保护 一安宁丸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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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握第一时间 拥有美好一天 欢迎走进第一时间早间气象站 我是小明 今天是休息日 但是冷窝天气不休息 今天全省继续保持高颜值的天空 温度还是保持一天换两季的节奏 早晚冷嗖嗖 午后刚刚好 今天腐顺本西丹东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 其他地区是多云 那什么是分散性的阵雨呢 就是什么时候下 在哪下都不确定 能确定的就是降雨量不大 不会影响大家出行 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和昨天差不多 在17度到22度之间 明天早间的最低气温 像大连 安山 锦州 银口 盘锦 葫芦岛地区 能够达到10到12度 其他地区呢 是在6到9度之间的 那今天唯一不同的就是 风向转为了西北风 体感微凉 大连复兴地区的最大风力会达到5到6级 其他地区的风力是集中在3到5级左右的 那明天是周日了 全省有云有阳光 关键是气温明显回升了 全省的最高温度朝着25度迈进 所以踏青的赏花的6娃的可以安排 白天做好防晒 早晚穿好外套 预计下一周啊 辽宁的温度将会一路攀升 最高温度始终保持在25度左右 最低温度也会在10度以上 天气就到这里 养生走起 您知道您的身体缺乏哪种维生素吗 身体信号会告诉你 缺乏维生素A的时候 容易眼睛干涩 出现肝眼症 夜盲症等问题 而且皮肤会变得干燥 还容易长皱纹 长湿疹 连牙齿都变得脆弱了 容易脱落 您可以多吃一点萝卜 猪肝 豆腐 青菜 大白菜和西红柿等等 缺乏维生素B的时候 往往会出现脚气 嘴里容易长疮 长溃疡 烂嘴角 皮肤会出现炎症 还有贫血 脚抽筋 反应迟钝食欲不振的情况 可以多吃一些猪肉 鱼肉 鸡肉 鸡蛋 喝牛奶 吃花生 还有糙米和燕麦 香蕉和青菜 缺乏维生素C的时候 容易出现记忆力下降 免疫力降低 容易感冒 还会出现伤口难愈合 关节疼痛 贫血等症状 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 比如说柠檬 苹果 橘子 西红柿 但是您要注意 不能用热水泡柠檬 维生素C会遭到破坏的 人体最容易缺乏的维生素 就那么几类 希望大家不要挑食 营养均衡 善待自己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气象观察员 昨天拍摄到的美丽的照片 本西的乡村小河川流不息 漫步河边 看河水静静流淌 闻花香 听鸟鸣 上蓝天白云 看绿树成烟 一切显得如此的温馨宁静 立下过后 百花绽放 争其豆艳 各有各的娇媚 阵阵清香扑鼻而来的是淮花 寻香望去 犹如挂在树上的一串串紫色的葡萄 这正是沈城处处 淮花红 花香飘洒 罪人艰难 那天气不能左右 但心情可以把握了解全省的天气情况 火感成熟 超高产的红树5G738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水阳晴 19度到6度 明天升温5度 大连晴 20度到12度 明天升温2度 安山晴 19度到11度 明天升温5度 辅顺多云展晴 17度到17度 明天升温5度 本西多云展晴 18度到6度 明天升温5度 丹东晴 20度到6度 明天升温3度 锦州多云展晴 22度到11度 明天升温3度 领口晴 18度到10度 明天升温1度 复心晴 19度到6度 明天升温5度 辽阳晴 21度到8度 明天升温3度 铁领晴 18度 明天升温5度 潮阳晴 20度到6度 明天升温5度 潘晴晴 21度到11度 明天升温3度 葫芦岛晴 22度到9度 明天升温2度 近平两天 大部分地区非常晴朗 明天开始升温1到5度 好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我是行晋 近日呢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公布了我国首批15个天气气候景观观赏地 咱们来看看都有哪些美景上榜了啊 安徽 福建 黑龙江各有三个景观入选 像安徽 社县 坡山村 云海景观 福建 平潭县 北港 蓝眼泪 还有黑龙江 墨河市 莲花湖 冰炮的 冰炮景观 每个都是鼎鼎大名啊 那除了这三个省份呢 剩余的六个席位分别是 河南 鸾川县 老军山 云海景观 江西 庐山 云海景观 内蒙古自治区 俄济纳其 胡阳林 山东 青岛 牢山 飓风云海 以及浙江 松阳县 大茅贝 星空景观 还有浙江 云河县 梯田 云海景观 那有的人喜欢自然景观 有的人呢 就喜欢人文景观 杭州 西湖啊 一直都是热门的人文景点 最近西湖边的柳树被换成月季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咱们来梳理一下这个时间线啊 今年三月底 有网友发帖称 西湖边的柳浪文英进门处的柳树被挖掉了 换成月季了 当地相关部门给出的理由是呢 因为这几棵柳树长期得不到充足的光照 出现了老化 空洞和严重的倾斜的情况 部分柳树呢 存在安全隐患 对于这个解释啊 杭州的市民不买账 有市民说 西湖和柳树已经融为一个共同的文化符号了 西湖石井里边就有流浪文英嘛 所谓的前唐风月西湖柳 摇曳多姿的柳树和烟雨朦胧的西湖 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意向 杭州当地媒体呢 还曾经去西湖边进行过一场直播 讲解过这几树柳树的前前后后 那在评论区要求把柳树种回来的呼声是越来越强烈了 虽说呢 相关部门表态会栽回来 但是人们等不及了 非要这几核柳树不可 5月11号的傍晚呢 西湖风景名胜区发布微博称 景区呢 将挑选高度不高 造型优美的柳树进行补种 那5月12号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就发布通报称 盐湖的七棵柳树已经补种完成了 到此 这一事件就告一段落了 虽然说遗憾已成 当时正式问题 及时补救 还是会换来大家的谅解的 其实呢 在咱们辽宁呢 也有很多高颜值的景区啊 锦州大陵河口曾经是丹顶核最南端的自然繁殖地 直到2008年 仍然有丹顶核在这里自然繁殖的记录 后来呢 因为种种原因 这里不能再观察到丹顶核的自然繁殖了 近十多年呢 当地大力对大陵河口湿地进行持续的修复 这里再度成为了候鸟群的栖息天堂 这两天呢 有两只丹顶核宝宝在大陵河湿地成功孵化 这也是时隔12年来的第一次 前不久 锦州市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协会在大陵河口的日常巡护中发现 有四对野生丹顶核在此筑巢产卵 其中有两对已经成功孵化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野生丹顶核对繁殖地环境极为挑剔 食物要多 安全性要高 生物多样性要好 如今它们筑巢产卵 意味着丹顶核在大陵河口的自然繁殖地功能开始恢复 四对丹顶核的繁殖 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证明我们在这一块湿地修复上 它产生了阶段性的成果 大陵河的湿地面积超过22平方公里 丹顶核并不孤单 这里的鸟类已经达到了300余种 黑嘴鸥 白鹿 池鹿 仓鹿 黑翅 长脚鱼 利狱等珍稀鸟类都成为常客 对于我们的保护和广大移民群众 爱鸟护鸟意识提高是密不可分的 进一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让锦州的环境更好 让锦州鸟类更多 让百姓处在随处可见 鸟与花香 驻锦州记者报道 好 咱们再来关注行车安全 近日在广西莱滨 一辆大客车因为雨天路滑甩尾 撞到小轿车之后发生了侧翻 车上的乘客因为没有系好安全带 被甩到了驾驶室 有数据显示汽车驾乘人员不计安全带 是造成轿路交通安全死亡事故的第三大原因 仅次于超速行驶和酒后驾驶 所以说生命安全一刻也不能马虎 节两天在贵州追忆市 一辆摩托车在下坡的过程中 因为速度过快 跟对象的越野车迎头相撞 通过越野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可以看到 当越野车即将行驶到桥头转弯处时 一辆摩托车突然迎面驶来 摩托车驾驶员试图刹车 但因车速太快地面湿滑 摩托车侧翻在地 驾驶员筛倒后直接撞向了越野车 交警赶到现场看到 在巨大的冲击力下 摩托车部分车身解体几乎报废 摩托车驾驶员杜某颈部骨折 将警认定摩托车驾驶员杜某 转弯战道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越野车驾驶员曾某 没有有效控制车速 引发事故承担次要责任 开车上路啊 这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但是呢 总有人不以为然 怎么任性怎么来 4月25号下午13点50分 朝阳陵园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城区一中队的民警 在开展交通违法行为 专项整治行动时 发现一辆摩托车的驾驶人 未佩戴安全头盔 而且这个身上还有浓烈的酒味 更让人震惊的是 经过询问 该名驾驶人 竟然是一名外省的命案逃犯 事发当时 民警在陵园市北大街 发现一辆二轮摩托车驾驶人 涉嫌酒后驾驶 经对其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 结果显示为 每100毫升53毫克 属于饮酒驾驶 喝多了 喝迷惑了 二两酒 二两酒还手啊 在核查的过程中 这位驾驶人东张西望 神情慌张并携带刀具 这些行为引起交警的警觉 于是将其带到交警大队 做进一步核实 当民警询问其姓名 住址 家庭成员等信息时 他竟然同时使用多个姓名 民警由此推断 男子很可能是网上逃犯 通过进一步比对 该名男子与外省命案逃犯 纪某某相似度极高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审讯 该男子终于坦白 承认自己就是外省 在逃22年的杀妻命案逃犯 我就穿衫 或者跑到我亲家 跑到我亲家 不能久留 或者又跑到天津 跑天津亲家 又上午 后来又上午清 不是 上那个天山 亲家待了二年 待了二年之后才打工 就一直到现在 据纪某某交代 在逃亡的22年里 一直隐姓埋名 辗转内蒙古 黑龙江 吉林 辽宁等十多个省市 与家人断绝一切来往 平时也极少与他人交往 后悔 目前 纪某某因酒后 无证驾驶 无排二轮摩托车 上道路行驶 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以上四项违法行为 被林园交警分别裁决 合并执行 依法给予纪某某罚款 1720元的处罚 针对纪某某的其他违法行为 现已交由外省警方 进一步侦办 真是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啊 那还有啥漏不了呢 就是咱们平常编的那个框啊 篓啊 就是编织这个都能出手艺了 咱们来学一学啊 在福建南平 一位大叔花了46天 用竹子就编出了中国空间站 来致敬航天英雄 咱们一起去看看 武艺竹编嘛 这是我专业 他也是福建省级的 非物质文化遗场 做了22年了吧 所以他最传统的都是这么 就是罗框啊 土机啊 波及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 老一辈的基础上 做一个创新 做一个好玩的东西 这个空间站 我做了46天 看看 有本事用到这个地方 多棒 咱们不得不说 这个大叔真的是心灵手巧啊 这就是高手在民间嘛 整的我都想去学一学 这个主编授意了啊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 体坛方面的消息 昨天晚上呢 2022世界雨连 游博杯半决赛 全面开打了 中国队的对手 是实力不俗的泰国队 率先进行女单比赛 奥运冠军陈以飞 以21比18和21比12 击败了泰国名将 殷达农 为中国队先拔头筹 随后的女双比赛呢 陈清晨 贾亦凡 在以17比21 先丢一局的情况下 以21比13和21比15 连班两局 逆转宗公潘和拉文达 在第二单打的比赛中呢 和平交以两个21比15 击败了李美妙 为中国队锁定了决赛席位 那另外一场半决赛呢 韩国队是以3比0 横扫上届游博杯的亚军 日本队将跟中国队 在今天的决赛争夺冠军 中国队加油 那好 咱们下面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咱们来说一说 12号天文学家公布了 位于银河系中心的 超大质量黑洞的首张照片 露出真容的银河系中心黑洞 究竟长啥样 更多国际新闻不要走开 第一时间 稍后咱们详细说 没错 治疗灰指甲 要屈臼 生心 屈臼 生心 灰指甲 找量甲 量甲牌复方巨为铜点茶剂 创新屈臼 生心疗法 去病甲 生量甲 荣获五项国家专利 指甲平均每天长0.1毫米 坚持用 就能病甲换量甲 坚持用 效果好 屈臼 再生心 马上找量甲 预约休假4001333133 乐泰量甲 人生啊 就像一场变脸 喜不 轮番上演 可这一大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请用输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对这输筋建腰丸 望州白云山陈礼记 养心用好药 一安宁丸 1886年始创于中国香港 130余年品质坚持 中药十大名贵药材 几乎尽为所用 获得国家专利保护 一安宁丸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来看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13号 阿联酋总统哈利法 本扎耶德 阿勒纳哈扬去世 阿联酋总统事务部宣布 为哈利法总统 举行为期40天的国丧 并在全国范围内 降半起以示哀悼 哈利法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 出生于1948年 1969年被确立为阿布扎比王储 2004年阿联酋开国总统扎耶德病逝 后被推选为新任总统 哈利法在位期间 为阿联酋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曾经出资帮助迪拜 度过2008年金融危机 坐落在迪拜的世界第一高楼 哈利法塔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当地时间13号 阿联酋阿布扎比 酋长国酋长和其他酋长国酋长们 为阿联酋已故总统 哈利法举行了葬礼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宇宙的新发现 北京时间12号 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多地的天文学家 同步公布了银河系的中心黑洞 人马座A星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通过分布在 全球的射电望远镜 观测数据合成的 我国上海天文台 天马望远镜 是这项工作中位于 东亚的一个重要的观测台站 这是科学家公布的第二张黑洞照片 也是银河系中心 超大质量黑洞真实存在的 首个直接视觉证据 这个超大质量黑洞 距离太阳系约2.7万光年 质量超过太阳质量的400万倍 这张照片是由 世界望远镜合作组织 从2017年分布在地球上 八个射电望远镜 所观测到的数据中 提取出的不同照片平均厚的效果 2019年4月 该组织发布了 人类历史上第一张黑洞照片 该黑洞位于视女座 一个巨椭圆星系M87中心 距离地球5500万光年 质量是太阳的65亿倍 好 咱们来关注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 美国白宫方面在12号发布的一份声明 争称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已经造成了 100万人死亡 结果目前美国仍是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白宫网站12号发表声明说 今天我们纪念一个悲剧性里程碑 100万美国人死于新冠 美国广播公司12号报道称 在美国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数 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战亡的美国人的总和 而自美国报告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至今两年多的时间里 美国报告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 甚至超过了过去40年里 美国因艾滋病而死亡的总人数 成为了近百年来 美国最为严重的大流行病 此外 根据联邦数据 美国新冠死亡病例数据 呈明显的种族差异和年龄差异 其中非洲裔 亚裔 拉丁裔和美洲原住民 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可能性 是美国白人的一到两倍 65岁以上的死亡病例 占新冠总死亡病例的四分之三以上 奥密克戎变异株在美国迅速传播期间 73%的死亡病例发生在65岁及以上人群中 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 新冠肺炎是2021年美国第三大死亡原因 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 时至今日 美国每天仍还有数百人 因新冠肺炎而死亡 部分医学专家认为 由于美国各州和地方的报告不一致 美国当前的新冠相关死亡人数 可能已经被大大低估 正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和加州燃烧的山火 仍在肆虐 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51平方公里 但只有不到30%的火情得到控制 300多所房屋建筑被烧毁 加州近千户居民应受到大火威胁 而紧急疏散 当年时间12号 随着俄罗斯天然气卢布结算令生效后 首次结算的支付期限临近 已有20家欧洲企业 配合俄方要求开设了卢布账户 另有14家欧洲企业 索要了开设卢布账户的相关资料 日本厚生劳动省12号发布消息称 抵达成田机场的三名男性 感染了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 新亚型BA.4和BA.5 报道说 这两种亚型均在南非等地蔓延 在日本国内则是首次发现 共同社称 有估算显示 上述两种亚型在传染性上均强于 目前日本国内主要流行的BA.2 当年时间12号 世界杯冠军奖杯大力神杯 抵达了环球之旅的首战 阿联酋迪拜 西班牙前国角卡西利亚斯和巴西球星卡卡 为大力神杯揭幕 在此次环球巡游活动中 大力神杯将到访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并最终回到2022年世界杯举办地卡塔尔 届时大力神杯将首次在中东颁发 九毛九 九毛九 只具一个电话 高品质 高含量 是一片不三样的 动力安堂高概片 今天只要九毛九 现在打电话 再加增价值199元 托马林自发热户戏对 对 现在打电话 现在叫做 打电话 打电话 安堂人物和高概一起补 现在打电话 只要九毛九 九毛九 真的只要九毛九 打个电话 留个地址 就给送到家了 动力安堂高概片 只要九毛九 现在打个电话 再送一副托马林 自发热呼吸 太直了 关节浆握不住 伸不直 酸 麻 胀 痛 很受罪 骨头脆 不敢弯 不能扭 走路 跑 跳 很费劲 关节浆 快快补安堂 细态高含量 动力安堂 骨胶原态高概片 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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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补 从毛流骨中皮取的 优质活性骨胶原蛋白胎 加安堂 加钙 一加一加一 黄金配比 小分子一吸收 营养更全 每天两例 不软骨 骨 骨关节 增加骨密度 关节灵活 腿脚有劲 生活更自在 好消息 特大好消息 现在立刻打电话 新一派动力安堂 骨胶原态高概片 今天只要九毛九 只要九毛九 等等 还有惊喜 前一百名打击电话 再面费加分 价值199元的 托马林自发热 呼吸一对 不需要花一分钱 就是送给你 自发热恒温 此时理疗 深层热酒 养息呼吸 超薄舒适 屈身自由 一个有话 双重清洗 只要九毛九 打个电话 只要九毛九 一瓶安堂高概片 一副托马林 自发热呼吸 就给我送到家了 真的只要九毛九 你看 我已经吃上了 安堂软骨和高概 一起补 又方便又健康 还贬费送了一对 托马林自发热呼吸 真是超值 九毛九 花一样的钱 补三样 以前好几百买的 也没这个补的全量 就得提前补 甚至骨硬了 比啥都强 关节软骨磨损严重 是行动不便 关节疼痛的根源 细态高含量 动力安堂 骨胶原态高概片 软骨安堂和盖 一起补 九毛九 吃动力安堂高概片 再送托马林 自发热呼吸 我们领到了 原价398一瓶 现在打起电话 今天这套九毛九 等等 还有惊喜 前100名打起电话 再免费加赠 价值199元的 托马林自发热呼吸队 自发热恒温磁食礼疗 深层热酒 氧气呼吸 超薄舒适 虚身自由 一个电话 双重惊喜 只要九毛九 本产品 由太平洋保险 实力成薄 高薄舒适 虚身自由 一个电话 双重惊喜 只要九毛九 本产品 由太平洋保险 实力成薄 人生啊 就像一场变脸 喜 不 轮番上演 可这一大 腰椎尖盘出了问题 请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对这 输筋剑腰丸 望州白云山 陈礼记 五月份的昆明呢 是蓝紫色的花海 兰花营盛放 敬意而又热烈 清晨的叫场中路 兰花营静静开放 行走期间 就错不及防地 跟蓝紫色的浪漫 撞了个满怀 一树一树的灿烂花开 深深浅浅的紫色斑斓 吸引着无数游人 那节目的最后呢 咱们一起观赏一下 这浪漫的紫色花海吧 好 感谢您收看第一时间 我是行进 咱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